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多数的人的理财方法是什么 我知道从疫情过后 大家调查之后发现 美国人开始爱存钱了 对 没有错 现在很多的美国是把存款当作 它们主要的理财工具了 为什么 在今年的三月份的时候 美国的储蓄率居然高达27.7 对 它赚来的钱可支配的收入的27.7% 是存下来的 所以事实上很多人把财产存在银行里面 那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 那不就是有点像挖个坑买起来了 不会涨大 不对 有人说什么 现金为王 那现金到最后拿出来可能就贴币纸了 对 没有错 因为现在的银行存款利息不到一个百分比 对 上次我们还聊过 因为通膨的关系 你现金就越沉越少了 对 现在通膨胀胀多少 5% 我的物价成长5% 我的银行存款不到1%的收益率 所以我的资产是负的4%慢慢在缔解当中 所以到底现在该如何理财好 在理财过程当中 有一位问一个问题 理财大多数的人注意是哪几个重点 赚钱呢 收益率好不好 还有呢 安不安全会不会赔光光了 对 安不安全 还有没有其他的 可能还是有吧 可能是不是什么时候可以赎回来 对 他是不是长期的 留给我儿子啦 对 我说其实理财很多的部分 都有很多的想法 但第一件事情大家一定提到的是 到底有多少的收益率 对 你的心目当中你认为 有多少的收益率是没有任何风险呢 我知道比较安全 我们常常从小学习的就是类似像国债 对 十年期国债呢 事实上是被公认为无风险收益率 目前无风险的收益率 只有到1.57个百分比 也代表说如果我钱存在美国的国债 他每年呢 他派发利息就1.57个百分比给我们 那所以如果说我们现在 在乱世当中理财的过程当中 如果我能够给你是一年5%的收益率 你觉得好不好 可以 可以参考 不错吧 但是我如果跟你讲有5% 你会有什么想法 一定有蹊跷 一定有蹊跷 不安全 对 很多人可能会认为不安全 too good to be true too good to be true 对 我们有很多人把钱存在银行里面 问一下银行有没有给你任何的担保保证 没有 就保证在这里不会变大而已 还有呢 有一个FDIC的担保 万一我银行亏本的话 就是倒闭的时候还有一个所谓的联邦的银行存款保险来理赔你 除此之外呢 没有了吧 对 好 如果你把钱存 就是做一个像理财工具 他给你5%的收益率 另外他给你的是一个担保 我常讲说安全分两种 一种叫信誉保证 一个叫物的保证 信誉的保证像银行他给你个信誉保证 那如果信誉保证是看着他的商欲啊 但是如果给我们是比较实质的 是有一个不会动的东西 什么叫不会动就是什么 不动产嘛 如果我跟你借个50万 但是我拿100万的房地产抵押给你 你觉得安不安全 放心 比较放心吧 我给你借50万 但是我拿个100万的房地产抵押给你 那我呢 付利息5% 你觉得是不是就很好了 可以耶 可以对不对 是 好 但是呢 这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投资的 所以他就是有一个投资的门槛 对 他有一个投资的门槛 美国呢 在投资的部分来讲 他们有一个规定 就是有一种名称叫做合格投资人 特许投资人 OK 如果你有看过穷爸爸富爸爸那本书里面 他经常在讲这个名字 是 美国政府呢 给一些特殊的人 特殊的身份或特殊的资格 你才可以参与这样的投资工具 是 你说这个大概就是一种 qualify的一种概念 那什么样的人才可以合格qualify呢 有几种 一种要用收入来qualify 是 你的年收入 个人年收入20万 或者整个家庭年收入30万 就夫妻两人 夫妻两个 是 那或者呢 你不是用收入来qualify的话 你可以用什么 你的资产来qualify 是 你扣除掉你自己住的房子以外 你可以投资的资产超过100万以上 你才被qualify 是 你可以参与这样的计划 那我们集团本身来讲 目前呢 可以提供这样的一个计划的服务 是 我们可以呢 帮你们呢 找到好的物业 是 好的房地产 他可能拿他的房地产来作为抵押 来借款 那我们把你的名字放在 投资人的名字放在这个令上面 这个物业的令上面 然后呢 我们帮你代收了所有的这个利息 然后返回给你们 所以这听起来是一个还挺不错 而且是一个你可以预测几年之内 你会有多少回报的一个投资 对 而且它很短期 期间就一年 最长的两年 所以它其实一年就到期了 一年就到期了 那你最长你可以有两年 两年的话是5.25的百分比 是 那事实上很灵活可以应用 尤其在现在的市场环境 不是很明确的时候 事实上你可以把钱先放在这 所以这个工具事实上很灵活可以使用 如果你有短期的资金 对吧 你现在不知道到底市场好不好 你又害怕风险 是 你可以把它放在这里面来 起码可以对抗通货膨胀吧 是 这样说的有道理 因为有的人他虽然喜欢投资 但是他不想要再放股市了 是 有的人虽然觉得现在投资 房地产也不错 但是不想再跟风买贵了 对 所以这是一个不错的一个option 选择 对 那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是一个团队在帮助大家吗 是 我们在整个集团当中 我们有地产部门 是 我们有贷款部门 是 我们会帮助大家找到好的物业 是 好的地点 是 那我们的long-to-value 所谓的 这个房地产的抵押 大概在55% 是 你想一个好的区 如果像我们以加州来讲 我们知道南加州有很好的区 比方 Arcadia这么好的区 是 它一年内要叠价 叠到55%以下 很难 很难啊 2008年都还没有跌到这样的程度了 更何况以现在的环境当中 所以如果以一年期作为担保 它的抵押的担保率只有55% 对吧 那来抵押给我们的投资人 是 那它的收益率 对投资人的收益率呢 是55% 这部分呢 它是有税要负担的 但是如果你是非美国人 那呢 你的5%的收益率呢 还有免税的好处的 OK 那这样的一个program 我们有个名称吗 这个名称呢 叫做private lending 是我们常常听到 但不太理解的私人借贷 对私人借贷 OK 这个产品的名称呢 叫做合格特许投资人的 私人借贷项目 这听起来真的是一个 不错的选项 是 嗯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Hans 来到我们的节目 跟我们讲 其实这个主题讲得很好 在乱世之中 什么样的投资 才是能够稳定求生存的 买房子可能现在 已经有一点太晚了 那炒股票呢 上上下下太刺激了 所以今天提供给你 这个private lending的 这个投资人的借贷 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今天非常谢谢Hans 也非常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一次见